孟规仪也没想到他只是想找个地方躲下亲近 却在这里听见了一个针对花龙月的阴谋 就在他还在纠结要契约什么动物 作为自己的枕头是耳边传来几道声音 大师姐你说我们要不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呢 孟规仪看这不就是问林宫的南雪仙子吗 听到对方和自己打招呼 孟规仪也从鞦韆上跳了下来 南雪仙子 真巧 虽然刚刚的事情他只听到了一半 可想想也知道肯定是针对花龙月的计划 毕竟问林宫那点迫使他可门亲 令他没想到的是南雪仙子会邀他和他们一起 听到南雪仙子的邀请孟规仪有些意外 他们不是要去谋害花龙月吗 这可是他师父给他的命令啊 他就不怕自己打扰他们的计划吗 不仅孟规仪或就连问林宫的另外几人也是满脸问号 但他们转念一想没准是大师姐想用孟规仪来威胁花龙月呢 听说人家两姐妹的关系好像不一般呢 黑黑大师姐这招可真高啊 孟规仪不知道南雪仙子邀请自己做什么 但是人家都邀请了他也不好拒绝 但他表示自己有点累得谢一会 一旁两人一脸奸计得逞的样子 可南雪仙子却独自走到一处发起了呆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孟规仪拿着一块蛋糕走了过去 吃吗 南雪仙子看到孟规仪手中的蛋糕后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出于礼貌他伸手接了过去却没有吃 毕竟对他们修饰来说食物对他们而言只是满足口腹之欲吧 吃了还得用灵力来把那些杂质给排出体内 孟规仪也看出了他的疑虑 告诉他这些都是用灵质和灵兽的蛋糕的 无利于修炼的杂质在做成食物之前都已经去除了 可以安心吃 南雪仙子文言轻轻咬了一小口 人家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吃他就不礼貌了 但就是这一小口就让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随后便毫无顾忌地往嘴里塞 孟规仪让他慢点吃他这里还有 南雪仙子接过袋子 询问他你和侍仪的关系很好吗 孟规仪想了想 哦你说我和花拢月吗也就那样吧 毕竟一直都是这个女主角来黏着自己的 而且他和花拢月的关系 就算他说了南雪仙子也不一定会懂 在他的印象中南雪仙子是一个极为单纯的人 他的世界里就只有他师父一个人 就算是后来很喜欢顾君朝也是单纯地喜欢着他 直到后来他的师父死在了花拢月的手下 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他才会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崩塌了才导致黑化 南雪仙子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将小蛋糕收入自己手中 说起花拢月其实他还挺羡慕他的性格的 虽然他和花拢月接触的不多 可他觉得花拢月身上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没有的 孟规一告诉他其实你这样的也不错 只是少了点什么 南雪仙子听他这样说就问他是什么 孟规一告诉他你不要什么都听你师父的 至少要学会思考吧 南雪仙子文言微微愣住 他还在思考着孟规一的话就感觉到腿上突然一沉 低头就看到孟规一已经靠着自己睡着了 南雪仙子紧张得不知道双手要往哪里放 所以他要不要叫醒对方 两人看到后都惊呆了 大师姐他怎么能如此无礼 说着就要上来将两个人拉开 南雪却表示没关系 一副轻易蹭蹭的样子两人心中暗恨 他家大师姐可是天仙一般的人 那他们这些做师妹的都没这个待遇 这个孟规一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蠢事 竟然拿他当枕头用 孟规一这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 擦了擦口水他有些不好意思 抱歉我困意来的突然打扰到你 毕竟南雪他们一行人一看就是要着急赶路的 结果因为自己睡着了让他们就这样停了一天 南雪文言微微一笑 没关系的我已经让师妹他们先走了 见孟规一醒了他问了都困扰了自己一天的问题 对了你早晨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孟规一揉了揉眼睛看向南雪 他没理解南雪的意思 南雪却被他这副发猛的样子给了话 下意识地伸手去捏了捏他的脸蛋 他觉得孟规一真的好可爱 见他没理解自己的意思 南雪又重复了一遍 你说的学会自己思考是什么意思 孟规一很意外 他是真的没想到南雪竟然会这么认真 这都过了一天了 所以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吗 孟规一告诉他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如果什么事情你都听别人的那里长脑子做什么 南雪被孟规一的话给搞猛了 过了半天他才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在说我没有脑子吗 孟规一点头表示 你就是没脑子 南雪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还从没有人这样说过他 他刚才还觉得孟规一挺可爱的 可现在就连看他的表情都变了 却没想罪魁祸首 还一脸嬉笑的模样 南雪都快气死了 下一秒却听见孟规一说 我觉得你这样就挺好的 至少会思考我的话的 不再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模样 也不等南雪反应 他就站起身准备走了 临走之前他告诉南雪 请你记住我的话 在做事之前一定要先思考 就算那个让你那么做的人是你的师父 也要先思考过后再决定要不要那么做 而另一边 花拢月几人正在四处寻找着龟规一 看着下面几个着急的身影 孟规一无奈叹息 他就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为什么就这么难吗 算了吧 反正躲也躲不清静 他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 看着他落下来的身影 三人赶紧伸手去接 万一他是睡着了 不小心掉下来的可咋办 孟规一稳稳地落在地上 他很无奈 难得进来一趟 你们去找宝物啊 来找我做什么 凌月也无奈 规一你是不知道 你自己那种随时随地都会睡着的情况吗 万一你因为睡觉 错过了出秘境的时间可怎么办 孟规一无所谓地表示 他也不是一定要睡那么久 只是他无事可做就只能睡觉了 面对他们的关心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要说最了解春山秘境的人 应该没有人比得过他了吧 怎么说他都来这里这么多次 那天孟规一他们在探索秘境的途中 遇到了一只巨大的白熊 孟规一是知道这只白熊的 他是六品白雾熊 且力量十分强大 当然让孟规一在意的 并不是他有多强 而是他的皮毛十分柔软 黑飞可以用来做个软乎乎的枕头 而在一旁的两人 听到孟规一的话后 也是立马拔剑朝着白熊冲了过去 凌月剑撞也立马跟上 毕竟这是规一想要的东西 他也想要出一份力 孟规一原本还想着 怎么诱惑这只白熊呢 就看到几道冲上去的声音 所以你们冲什么呀 那可是拥有金丹七战力的白雾熊 你们打不过的 可转念一想 他们两个是主角呀 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挂掉吧 算了就由着他们折腾 把他转身就要离开 结果刚走出两步 就听见砰的一声 一个人影从他身前快速闪过 孟规一下意识地伸手去抓 可抓住一个之后 就看到另一个身影 也快速飞了出去 看清是顾军朝之后 孟规一没有管他 任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剑男女主都飞了 孟规一下意识地看向身后 就看见凌悦就要被白雾熊 踩在了爪子下 孟规一也顾不得 其他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将凌悦从白雾熊的爪子下解救出来 因为猎物被救走 白雾熊变得更加暴躁 孟规一拉着凌悦就跑 临走时还提醒花龙月和顾军朝 让他们跟着一起 只是等他们跑了一段距离之后 孟规一才发现后面 竟然没有两人的身影 所以他们人了 凌悦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 他们没跑 听到凌悦的答案 孟规一忍不住翻白眼 这主角是怎么就这么多呢 孟规一也没办法不管他们 安抚好凌悦之后 他又跑了回去 刚跑到这里 他就看到白雾熊的爪子 朝着顾军朝狠狠拍下 孟规一见状 将碎云扇扔过去的同时 忍不住开口 连你这畜生都知道杀人先杀弱的 顾军朝感觉自己有被内涵到 所以他是在嫌弃我 实力差连畜生都不如吗